最後的大魔王就是他要他去解釋前面為什麼換成極作標要有積分補償因子 這個名詞其實叫做Jacobean 你把原本的作標系統換成另外一個比較喜歡的作標系統 你要補償某些你要付出一些代價 他的原理就是你在積分的時候你是用某個面積某個面積去做他的積分 那你換成作標之後他相同的區域他會變比較Y7扭8的 所以他的面積之間的差距的倍數關係就是Jacobean 那我們當然不會講這些東西那個太複雜了 我們直接來看題目 那Jacobean的計算我舉第五題來當例子第三題就跳過 第五題他是把XYZ這種作標系統把它換成UVW 這個作標系統然後他的變換方式是把X換成UV Y改成VWZ是UW 那他的Jacobean的寫法是 Jacobean的寫法是 大概把公式寫出來 這個就是 X先對三個新的作標系統的變數去做 X先對三個新的作標系統的變數去做 然後X先對V X先對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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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換成另外一個新的參數 Y X先對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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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階行列式的絕對值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那就是 X對U、V、W分別做編尾 對U做編尾就是V 對V做編尾是U 寫到旁邊 然後第二個 對U做編尾沒有U所以是0 對V剩下W 對W剩下V 那Z對U做編尾剩下W 沒有V所以是0 W會是U 絕對值 那這個去計算一下 它是兩倍的U、V、W 對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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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